各位外科通告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医学教育网 我是赵乐老师 那今天我们来学习 普通外科学 应该是最后一个板块的内容 肝胆疑相关的内容 对吧 大概几个知识点呢 三个知识点 好 首先来搞定的是肝脏疾病 那么中国是肝炎大国 肝硬化大国 中国也是肝癌大国 今天我们来学习肝脏疾病 肝脏疾病非常重要 因为肝脏对人体有很大的功能 对吧 我们一直在讲三个字 肝脏哪些功能 和灭解 合成灭活解毒功能 简称为和灭解 如果说肝脏有了问题 考试喜欢考哪些点呢 考试特别喜欢考肝癌 那么去年的考题就考到了肝癌 考到了肝癌的分型 对不对 考到了肝癌的分型 还会考到什么 还会考到肝脏肿疗的手术 适应症 那其他的什么肝硬化呀 门脉高呀 考得多不多 用不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考试大纲要求 所以我们掌握过肝脏肿瘤 那么肝脏肿瘤最主要的就是原发性肿癌 肝脏也容易发生剂发性肿瘤 比如说胃癌肠癌都容易转移到肝脏 那叫做肝转移瘤 就称之为肝转移癌 不是考试的重点 考试的重点 我们称之为HCC Heptic Cellular Casinoma 我们叫做原发性肝癌 直接上题目来抓重点 肝癌破裂出血错误的治疗方法 肝癌破裂出血了 到底该怎么治 好 来看一下 这是肝脏 这里面长了一个肿瘤 长了一个恶性肿瘤 原发性肝癌 他说原发性肝癌 它的主要供血是谁供用的 它的主要供血是为肝动脉供血 首先明确是肝动脉供血 那么肝动脉从哪来 好 来看一下 这是副主动脉 副主动脉发出一只 叫做副腔肝 副腔肝发出肝总动脉 肝总动脉进入到肝内肝骨有动脉 分成肝左和肝右动脉 那么肝动脉的分支 供应了肿瘤的分泌的血度 所以说我想对它进行止血 应该拴塞住它的命门 那么就是肝动脉的分支 对不对 只要有动脉的都是正确的 动脉结扎正确 动脉介入正确 实在不行 连动脉带肿瘤和正常的肝脏 切除一部分 称之为肝液切除术 也可以局部压迫止血 这位置出血了 术中出血了 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显得压迫止血 可以 哪一个呀 大家都来找不同 门静脉结扎 那你主要的供血是肝动脉 跟门静脉有关系吗 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说主要是ABCD 正确错误到就为B选项 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肝脏有两套血液供应 恭喜你答对了 肝脏的两套血液供应 是指肝脏既有肝动脉的供血 肝脏又有门静脉的供血 那说供的血流量谁的大 为整个肝脏供血流量大的是门静脉 那么供养丰富的是肝动脉 供养丰富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肝脏肿瘤和整个的正常的肝脏 是不一样的 肝脏肿瘤的供血主要是肝动脉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不然有的学生就会问到 说赵老师之前 叶老师给我们讲过 说门脉供血的血流量更多 那我去做门静脉结扎也是对的呀 没错了 肿瘤供血是动脉 肝脏有两套血量 那么马上进行高频考点扩展 说HCC原发性肝癌到底有什么症状 癌症在早期是悄然中发生 没有症状 所以一旦有症状 则表现为肝脆的疼痛 作为中晚期 那这个疼痛到底是什么疼痛呢 好 实质性脏气里面长的一个肿瘤 撑的肝脏表面的包膜张力很高 所以表现为肝区脏痛 最常见中晚期才出现的症状 叫做肝脏脏痛 这是症状 如果说体征 那就是肿瘤撑的肝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不对 进行性肝脏肿大 而为肝癌最常见的体征 有些学员不认真整理 好试考出来说 原发性肝癌中晚期的症状是 还给我答一个肝脏肿大 肝脏肿大是什么 肝脏肿大是体征 是体征 好 还可以出现病发症 包括肝心昏迷 肝昏迷就是我们说肝心脑筋 对吧 不能解胺毒 胺在血中过多引起了中毒 还可以引起门脉高压 上去熬到出血 还可以出现肝癌节节 特别出血 肝癌节节破裂出血 本人赵老师的亲叔叔 之前有肝炎 没有注意 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休克 然后我弟弟给我打电话 就说有血了 我说哪有血了 是肚子里面扎出来血了 还是下胃管有血了 直接告诉我 从肚子里面扎个针进去 冲出来有血了 不好了 证明是什么 肝癌晚期 肝癌破裂出血 在当地医院 急诊行介入止血 就是我们前面这道题说到的 介入止血 肝动脉介入止血 栓栽 效果不好 当天就离开了 肝癌 肝癌 凶不凶险 凶险 这是他的一个 病发症 他有一个病发症 那我们继续来看 说他是什么疼痛呢 他是胀痛 他是胀痛 如果破裂 肝癌破裂的时候 那会出现血 落入到腹腔 出现突发的腹血 突发的这个疼痛 以及血性的腹膜炎 去年考试 考核的点 为肝癌 肉眼分形 还记得我们清清说过呢 二五一十是肝癌 二五十 小于二了 微小肝癌 二五之间小肝癌 五十之间大肝癌 超过十公分的 叫做巨大肝癌 去年考试的题 考点在这里 你说老师 今年可考性再强吗 我觉得今年再考的话 不可能考这道原题 你不可能考原题 他会考到相关的 比如说正格 比如说体征 今年可能会考 或者是考一考 其他解剖学的内容 也有可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题 被包绕在肝内 格力尽窍内的管道室 格力尽窍里面 有什么管道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 门连三管 门连三管 好那你看 什么三管啊 跟三个好兄弟一样 并驾息去始终不分开呢 好进入到肝脏的 这叫做肝动脉 并行的有什么 并行的有门静脉 还有肝内的肝管分支 肝内肝管的分支 那么这三个好兄弟 始终在一起 比如说往左走 都往左走 往右走 都往右走 始终在一起 形成一肃 我们称之为 格力尽窍 又称之为 门连三管 正确的案 应该逆而出 门静脉 肝动脉 以及肝内肝管 答案选C 那也指向了 我们做手术 比如说这个部位 有肿瘤 我们要切除 这部分肝叶 是不是这三条管道 要接扎呀 都要先去接扎 所以说 我们解剖性的肝脏的切除 切除某一段 切除某一页 理论依据 就是根据 格力尽窍的走行 对吗 下面一个 供应体干的题目 男性患者半年出现了 乏力明显 消瘦消化不良 停 乏力消瘦消化不良 从这一段话 就像什么 就像恶性体育 再继续 出现了肝趋疼痛 那就考虑肝癌 再来 肩部疼痛 出现了 右肋下触及到肿块 右肋下是什么 右上腹是肝胆 能触及到肿块 要么是胆囊 要么是肝脏 再来 移动性 夺因阴性 说明没有大量的腹腔基液 诊断为肝癌 与我们考虑的完全相符 诊断最有意义的实验室检查 雪昌规 看贫血 看炎症 错 肝炎系列 可以看乙腥病毒性肝炎 并不能确诊肝癌排除 肝功能只能反映肝细胞损害的程度 跟肝癌无关排除 答案从第一摆选 一个是血浆蛋白 血浆蛋白反映了肝脏的功能 因为肝脏本身是合成蛋白的场所 对不对 也反映了人的近期的营养状态 排除 只有谁 甲胎蛋白 甲胎蛋白明显增高 超过200持续8周 超过400持续4周 或弧 排除活动性肝炎 排除生殖性 腿胎性肿瘤 则可能考虑肝癌 生殖胎 4D 对不对 好继续来看第二问 准蛋价值不大的检查 我想看原发性肝癌 要看什么 看皮肖 看CP 看核磁 都是可以的 影像学检查 直接去看肝脏的战胃性病变 没有问题 那么从第一来选 什么叫ERCP ERCP 汉语的全名叫 经十二伤 逆行 胰胆管造影 来画一张图 这是肝脏 这是食管 这是胃 这是十二指肠 这是十二指肠 好来看一下 这是胆囊 胆囊管和肝脏管 汇合 今天胆囊管与衣管汇合 开口在 十二指肠降断 这叫做奥迪式阔约基 这叫做十二指肠大乳头 这是一线 后面是脾脏 什么叫做逆行 以胆管造影 好来看一下 经十管经胃静下到十二指肠 停 老师不对 这是顺行的 停 从这开始 切开十二指肠 凹低式阔约基 切开凹低式阔约基 向里面打入造影剂 逆行向上显示胆管 以及仪管 是不是与胆质排出的方向 和仪页排出的方向 正好相反呢 相逆呢 所以称之为逆行 胆管和仪管的造影 对不对 那我主要看什么 我主要看管道通不通 有没有狭窄 有没有肿瘤 有没有结实 所以看的是两条管道的问题 看的是肝脏的实质性肿瘤 错了 看两管 所以答案选谁 答案就选他了 四地 他主要诊断的是 胆管癌 胆管结实 一线癌 第三问 在可能实施的情况下 治疗最有效的方法是 那怎么来做呢 肝癌作为实体肿瘤 如果能切除 肯定首选手术 切除病道 我们称之为肝癌 根治术 可以做肝炎的切除手术 也可以做肝断的切除手术 所以这些答案在选 A 可实施 最好做手术 所以说大部分考到消化系统的 恶性肿瘤 基本上都是以手术为主的 综合治疗 对吧 做老师的肝动脉结扎呢 刚刚讲过 肝动脉结扎 主要是处理出血 肝动脉拴塞呢 肝动脉介入拴塞治疗 主要治疗 晚期 不可能手术的 做肝动脉 打入化疗药 再进行栓塞 让化疗在里面持续作用 我们称之为什么 TACC 好 马上进行考点扩展 来看一下原发性肝癌的诊断 有肝炎病史 因为肝癌有三部曲 肝炎 肝硬化 和肝癌 对不对 三部曲 并且有症状 什么症状 如果到了中晚期 出现了点心的右上腹的胀痛 就是一个表现 再来看一下辅助检查指标 那么最有意义的就是 甲胎蛋白 大约等于400微克 每升持续四周 400乘4 441600 200乘8 也是1600 对不对 并且排除妊娠 活动性肝炎 生殖性肥胎性肿瘤 和转型肝癌 为什么 因为这些疾病 也会引起 甲胎蛋白在升高 比如说 生殖性肥胎性肿瘤 就是我们讲到的 卵巢长的一个性肿瘤 叫做内胚痘瘤 也可以产生 甲胎蛋白 因为主要是肿瘤 合成的这些物质 产生的物质 VIP 影像学长 我们想看占卫性病变 可以通过什么 可以通过B超 可以通过CT 可以通过 合磁 可以通过合磁 这里面必须要给大家补充一个 叫做肝动脉造影 肝动脉造影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意义 前面我们做了一道题 说的是 说肝脏的原发性肿瘤 HCC 那么它的主要供血 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肝动脉 好 那我就明白了 如果我往肝动脉 里面打入造影剂 恶性肿瘤血共非常丰富 就出现了异常的浓距 这个位置特别白 就考虑什么呀 就考虑原发性肿瘤 说说这个诊断 也可以 也可以 这叫做肝动脉造影 那如果说诊断的经标准 必须是有病名 B超的领导下 精疲 肝穿四 取出来恶性肿瘤 细胞 能证明 该实锤 实锤的防御 手术适应证 那么前两年考过手术适应证 去年考的是分类的大小 那说今年是不是又该考手术适应证了 有可能 所以大家把重点放在手术适应证 因为手术适应证 还有点难 全身情况良好 一期二期的肝功能代偿良好的 可以做手术 做老师 那肝功能代偿不好的 难道让他去死吗 肝功能代偿不好的 你也不要给他做手术 你做完手术以后 他立马发生肝衰竭 你摊上事了 你摊上大事了 对吧 那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人刚好处在一个边缘 我说不建议做手术 你这个手术风险极高 大夫一定要给我安排做手术 好 安排做手术 做完手术不到一步月 肝衰竭死亡了 我们做手术的真正目的 是使患者有一个良好的育后 对不对 如果患者做了手术 没有良好的育后 最后死翘翘了 那我的手术的目的 劳民伤财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肝癌的病人要做手术 应该是child怕评分 A级 child怕评分 应该是A级 如果是B级呢 把B级调整到A级 再做手术 C级就不要做手术了 C级做手术 一保一个肝衰竭索 并变局限 我们要评估一下 切除以后剩下的够不够用 不合并干硬化的 切除多少 切除70%可以 剩30% 剩30% 好 来看一下 有中度干硬化的 不超过多少 不超过50% 不超过50% 再来看 严重干硬化的 严重干硬化的 局部切除 替代规则的 干液切除除 切干液切除除 那说老师什么 就不能做规则的 干液切除除吗 一般来讲 我做一般来讲 这里面当然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还有一些 其他复杂的情况 比如说肿瘤特别大 肿瘤特别大 怎么办 我当时没法切 肿瘤特别大 如果切的话 剩下的肝脏就不够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选择降漆 如何降漆呢 降漆 就是把原本10公分的肿瘤 经过TACE 把它变成几公分的肿瘤 把它变成3公分的肿瘤 我在手术 是不是切除的 周围正常的肝脏 就要少一些呢 当然这一部分内容 我希望考 普外科专业知识的 和专业实验能力的学 应该掌握 那考我们科目2的 了解一下就好 好 那来看一下 原发性感癌 特效性非常强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 前面讲过 他前面讲过 还有我们讲到的症状 体症 以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好 辅助检查 以及我们说首选的检查方法 首选的检查方法 就是性价比高的 买一道肥烧 确诊的肺素 端穿次 其他CT核磁 也有助于检查 还有什么 肝动脉造营 那肝动脉造营 那大家对CT是不是不太了解 那说主治医师的考试会考什么 会考毒片体 毒片体 所以大家对基本的CT 如何去约X线 CT超生 最基本的必须要掌握 必须要掌握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肿瘤啊 肿瘤发生了什么 肿瘤发生了肝内症 原发性肝癌和激发性肝癌 激发性肝癌 这里面我们提到有一个 就是说原发性肝癌 AFP 甲胎蛋白是什么高的 激发性肝癌 多阴性 有没有阳性的 也有 再看一下 原发性肝癌 CEAAP抗原是不高的 但是激发性肝癌 比如说一般都有什么 胃肠道癌 胃肠道癌消化道的 胃肠道癌的特点是什么 CEA癌配抗原是 实用到了 尤其是谁啊 大肠癌 我们的大肠癌的监测 它的预后 用谁来监测 不就是用CEA来监测吗 CEA 那原发性肝癌 它有典型的CP的表现 叫做快进快出 那么激发性肝癌的课点 叫做多发孤立的牛眼睁 肝脏疾病就聊到这儿 马上来学习的是胆系疾病 因为我一直在讲 我们要连续讲三个板块 肝 胆 疑 对吗 好 来看胆系疾病 胆系疾病 大家最基本应该了解的 首先是什么 胆道系统的解剖生理 然后再继续学习 好 胆肝管 会合形成的这部分叫做肝踪管 叫做肝踪管 那这部分叫什么 这部分叫做胆囊管 胆囊管和肝踪管会合形成 这部分叫做什么 叫做胆踪管 胆踪管有一管 会合形成一个盆大的区域 叫做不服 胆一不服 开口在十二指上的大乳头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最基本的 考试考的比这难不难 考试比这考的还要难 还要难 考试会考哪些内容呢 考试接着来考 接着来考 好了 看一下 这是什么 胆囊 胆囊底 胆囊体 胆囊颈 胆囊管 底体颈管 胆囊分成几个部分 胆囊分成四个部分 那四个部分 那考试就考试了 说容易形成结石 在哪个部位形成结石 在胆囊相对 相对 比较胆质淤积的位置 就是胆囊的 叫做胆囊 叫做胆囊 呼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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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形成结石 但不是堪顿结石 结石容易卡在哪呢 加石容易卡在 卡住脖子 对不对 我们经常说 现在有一个企业 华为 中华有为吗 这个企业 比如说自己 我们中国没有光刻机 没有光刻机 这个芯片五纳米 甚至是更高端的 就制造不了 制造不了 就必须养当进口 结果就被某些国家 卡住了脖子 卡住了脖子 有了瓶颈 对不对 有了瓶颈 那么说 这个胆囊结石 也有瓶颈 那就是卡在哪 卡在他的脖子上面 叫做胆囊 颈部 那考试考出来 有些学员就不知道 说胆囊结石 容易形成在哪 容易在 弧腹部形成结石 容易卡在哪 容易卡在颈部 容易卡在颈部 这是我们讲到的 基本的内容 基本的内容 剩下的内容 留到后面来学 那我们来看一下 胆系疾病 考虑大纲要求掌握的 到底做什么检查 胆囊结石 胆囊炎 AOSC 急性耕队 胸化能性胆管炎 是高频考点 这属于补外科 四大V重症之一 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重视 患者就死翘翘了 AOSC 你在临床碰不碰到过 碰到过 在我们科室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刚工作 他刚工作 有一天他值班 是一个星期天 那么星期间 他收治了一个病人 急性耕队 就化能性胆管炎 刚刚工作 没有经验 又觉得收治了一个 急性胆管炎的病人 大周末的 就不要讨扰主任了 对不对 他觉得自己好心 外科护理常规 二级护理 这个 遗址流失 然后下了一些衣着 开始输液 结果呢 输住了两个小时 患者情况 急剧恶下 出现了什么 感染重症修修课 马上再给主任打电话 主任病人病情非常重 赶紧来看看 主任说是吗 赶紧往过走 结果呢 急急术前准备 都没上得了手术室 患者就死亡了 患者死亡 那我用这个来告诉大家 他是土外科微重症之一 很快引起急性感染 动作性修课而死亡 最终呢 最终年轻的医生 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瑞一五连征 瑞一五连征 反映的是什么 瑞一五连征 反映的就是急性耕阻性 化弄性胆管炎 英文缩写 叫做AOSC 急性耕阻性 化弄性胆管炎 有五大表现 它是建立在三大表现基础之上 三大表现叫做 飞虎队 三加二 轻正的一般胆管炎 三个表现 飞虎队 老师飞虎队什么意思 飞 负 负痛 H 喝 喝 寒颤高热 得 黄胆 负痛 寒颤高热 黄胆 这个我们称之为 下科是三连征 再加上两个 三加二就等于五连征 加上两个 一个叫修克 一个出现了精神神经系统症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腹痛 寒颤高热 黄感加修克 加一精神神经系统症状 三加二构成了五连征 大家秒出 地形选项 地形选项 腹痛 寒颤高热 黄感 血压下降 修克 意识改变 就是它了 C选项 那它不是一般胆管炎 是二般胆管炎 叫做急性耿主性化能性胆管炎 那马上进行一个什么样 好点的扩展 AOSC 腹痛寒颤高热 黄胆可以出现修克 可以出现精神神经系统症状 那么根据最新的 有的说它不出现修克 或者精神神经系统症状 可以出现脉率增快 体温增高 呼吸浅快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考虑 也要考虑 可能出现了AOSC 那既然这么严重 能不能像我们之前那位年轻医生一样 只使用抗生素来控制炎症呢 应该紧急手术 解除 梗阻 减压 引流 画一张图 好来看一下 胆囊 胆囊管 肝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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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性梗阻性化农性胆管炎 大家想一想 第一个极 第二个梗阻 什么梗阻 结石梗阻 都多见 引起了化农性改变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切开 胆踪管切开 把石头取掉 然后再放上一个T型管 向体外进行引流 对不对 这小子 胆踪管切开取式 T管引流的手术 也就是说 无论是病变 还是人 还是任何的物品 压力都不能过高 鞭炮压力高不高 爆炸了 人的压力高 跳楼了 跳桥了 跳车了 想不开了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如果是胆道的压力过高 怎么办 赶紧切开减压呀 所以说 现在在我们社会高压之下 应该有很多的 让大家减压的方法 也要学会自我进行一个 内心的调整 苏老师如果这个人情况特别重 不具备手术的条件 不具备切开减压引流的条件 还有肝内胆管耿堵的 我们怎么做 来注意 如果出现了肝内胆管耿堵 那想想 这堵了 里面的胆质就下不来 怎么办 那你这下不去 我直接思路不通 另皮吸进 从这引出去 可不可以 可以 这叫什么 这叫做筋皮肝蝉刺 胆道质管引流 叫做PTCP 那还有方法是什么 还有方法是 如果他内受不了大的手术 那我就经 逆行 十二指肠 ERCP 发现这有结石 可以选择 这摆一个管道 然后把胆质引下去 可不可以 可以 这叫什么 这叫做 ENBT 鼻 胆管 引流 把胆质从胆道里面 经过鼻引出去 所以叫做什么 鼻胆管 引流 所以说 可以从上引 可以从下引 可以从中间切开 取实 踢管 所以我把引流 就分成了三部分 一个是什么 上端引流 一个是踢管的 中端引流 一个是ENBT的 下端引流 可不可以 可以 几种方法 三种方法 听过吗 没听过 那说 总结到这种程度了 只有谁啊 只有赵乐老师 给大家总结到这 上 中 下 三管 引流 AOSC 最关键的治疗措施 最关键的 不是使用抗生素 虽然它是炎症 但主要是什么 引起的 梗阻 所以应该治疗什么 我应该治疗病因 解除 梗阻 进行 引流 减压 答案选B 下一题 胆中管损伤 放置踢管的时间 要求为 那么这要题选什么 这要题 我上来就见了 有些选 老师 老师跟我们讲过 踢管放置时间为 一横 一束 几周 两周 那我就选答案 第二个 对不起 你又答错了 没有看到 这儿 写的是什么 损伤 说胆中管 切开取失踢管引流 一般引流时间 为两周 没有问题 那是结实 但是如果损伤 什么叫损伤 做手术的时候 一不小心 把这个胆中管 整个切断了 那我就需要做什么 就需要 马上做最端的 端端吻合手术 缝起来 缝起来 对接 对接 那为了防止它的狭窄 我应该采用 踢管进行支撑 对不对 踢管支撑时间 应该放置半年 大案选 4D 所以说 你以为的 总是 你以为的 我不要你以为 我要 我以为 应该认真审订 注意 损伤 而二次 那么来看 共用体干的题目 五岁的男性 突发建筑下的疼痛 振发性的发作 向背部放散了救助 有类似发作 茶体 体温增高 脉率中快 血压上可 神志清楚 皮肤汞额慌染 触及到肿大的胆囊 来看一下 腹痛有了 寒战高热有了 黄胆有了 哪三个表现 飞 虎 对 三大表现有了 飞虎 对三大表现有了 考虑是一般的 单管员 一般的单管员 如果说 你看他血压还可以 神志还可以 那我就选择 一般单管员 吸气性肝痛种不符合 肝区 疼痛 肝区 扣痛 肝脏 扣痛 然后B超发现有什么 低密度液体安须 没有排除 胆囊炎 那胆囊炎是莫非是扔阳性 而不会出现 我现在说到的黄胆 这些表现 排除 好 再来看一下 肝内胆管结石 半胆管员 肝内胆管结石 那主要在哪 在肝的里面 我们考试考不考 基本上不考 排除 那现在答案就变成了 B选项 肝外胆管结石 并发胆管员 和急性耕阻性化弄性胆管员 到底是三连针的 一般性胆管员 还是五连针 引起的 耕阻性化弄性胆管员 那么有些学 选择了B选项 正确答案应该是 E选项 应该是E选项 起病级 进展快 之前类似发作 非 不对 这里看 高热 高热 血向明显增高 心率增快 应该考虑 急性耕阻性化弄性胆管员 所以答案应该选谁啊 5 E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两年 这两年考试的一个方向 如果想诊断 急性耕阻性化弄性胆管员 不单单依靠五连针 并不是说 只有出现了修课 和神志的问题 才可以诊断 B选项 体温过高 超过39度 血向超于2万 能不能诊断 也可以诊断 和这里面要注意 那么给的答案应该是 5E 下面首选的检查方法 肝胆疑系统 首选的检查一定是 B超 E超 并全身 看得非常清楚 可以看结实 对不对 可以看 肝胆疼 肝胆疼 腹部 B超 那么关于胆系疾病的诊治 我们来进行一个 考点扩展 那么说首选的方法 首选的方法当然是B超了 胆囊结实的诊断率高达95% 肝胆胆管结实的 准断的准确率也高达60%到80% 相对来讲肝胆胆管结实 诊断率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高 就是肝胆胆管结实 目前我们更倾向于选择的是CP 那么再来聊聊解副写的理由 如果给大家一个定例分析题目 说肝胆胆管 一毫米是宽了还是窄的 肝胆的胆中管 12毫米又是宽了还是窄了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正常数值 那么肝胆胆管正常数值 好来看一下 小于两毫米难以解释 肝胆胆管一般小于几个毫米 八个毫米 什么时候算增宽呢 好来看一下 诊断的标准 也就是说我们在潮升下 能够清晰的看到肝胆胆管 说明它就增宽了 如果看肝胆胆管 超过多少 一厘米十个毫米 那必有原因 什么原因 肝脏 胆囊 好来看一下 胆总管如果增宽 说明底下不通 胆质下不去 把它憋宽了 对不对 多考虑下端油 回虫 结石 或肿瘤等情况 那么前面我们就提到了 一个检查叫做ERCP 经12场逆行一两拐照应 这里面不再是定数 前面已经说过了 逆行 逆行 经过胃 经过12场 向上 看乙管和胆管 老师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 什么叫个顺行造影 可以 还记得顺行造影吗 不知道 好来看一下 这是肝脏 胆囊 肝内胆管 肝脉胆管 好来看一下什么叫顺行造影 顺行造影是指 顺行造影是指 超生定位 发现肝内胆管扩张 直接用注射针 向里面穿刺 穿刺以后 向里面打入造影剂 造影剂自上而下 显行整个肝内外的管道 是不是跟胆汁的排行方向一样 所以 与胆汁的排行方向一样 叫做顺行 与胆汁的排行方向相反 可称之为逆行 所以说PTC 筋疲肝穿刺胆管造影术 这叫做顺行 筋十二昌 逆行移胆管造影 这个叫做ERCP 叫做逆行 间谍一下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道题目 该患者此时的有效治疗 那么这个应该是接我们上一问的一道题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什么 胆总管 急性跟骨性化能性胆管炎 到底如何来治切开一路 A 好 胆道疾病 聊到这里 下面 再来快速过一下 一线疾病 好 来看一下一线专题 一线对人体来说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个名词 叫什么 叫宜子 对吧 原来肥皂不叫肥皂叫宜子 洗衣服的出来 过来块宜子 对吧 来块肥皂 来块肥皂 为什么说肥皂去油性非常好呢 就是因为肥皂里面 这个宜子里面有什么 有胰酶 胰酶能分解什么 能分解油脂 那说我们一线强大的功能 其实它就能分泌胰酶 那么胰酶里面包括 胰蛋白酶 以淀粉酶 以脂肪酶 也就是我们吃的食物 糖 蛋白质 脂肪 都靠谁来消化 都靠一叶 功能强不强 功能强 功能强 所以要把它藏得深一点 藏在哪个位置 藏在腹膜后 藏在脊柱的前方 来看题目 对出血坏死心理线炎 最具有诊断价值的事 最具有诊断价值 来看哪一个 淀粉酶增高 只要是一线炎 淀粉酶脂肪酶都可能会增高 胆红素也可能会增高 一线也可能会增大 这只能反映是一般的一线炎 哪一个是出血坏死心理线炎的特点呢 出血坏死 什么坏死 会导致脂肪坏死 脂肪坏死就会形成一个东西 叫做脂肪酸 脂肪酸就会以钙离子 形成脂肪酸钙 就跟我们讲到了 碳酸钙 银酸钙一样 就是脂肪酸和钙离子结合 形成脂肪酸钙 叫做造化氮 叫做造化氮 所以说他提示的一线坏死了 那就结合了什么 把血中的钙离子给结合了 所以血中的钙离子就降低了 那么低钙血症就反映了 出血坏死心理线炎 这个稍稍有点绕对不对 钙离子说明被结合了 被谁结合了 被脂肪酸 脂肪酸哪来的 脂肪坏死形成的 那就提示了脂肪坏死 坏死对坏死 出血坏死心理线炎的特点 与钙血症 再来一题 出血坏死心理线炎特征性表现 那么这道题考了特征性病片 哪一个 也就是说只有出血坏死心理线炎所特有的 什么坏死脂肪酸坏死 脂肪坏死以后在皮下形成什么般 形成青紫色一般 在肚脐周围叫做卡门征 在两侧血腹部叫做格雷特诺征 正式答案选择2B 2B 那么马上进行高频考点扩展 急性一线炎的平常表现 急性一线炎其实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水肿形的 我们又叫做轻症 还有一类叫做什么 那出血坏死心的我们又把它称之为重症 也称之为重症 那么重症一线炎死亡率高达30% 高达15%到30% 那在我们病房因为看重症一线炎的人特别多 所以说每年都因为重症一线炎有死亡的病例 那么一线炎出现腹痛 蓝尾炎出现腹痛 胆囊炎出现腹痛 胃炎也出现腹痛 长根肚也出现腹痛 那么一线炎的腹痛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一线炎的腹痛在哪 一线在哪 一线在胃的后方 所以是上腹部 上腹部 接着往下来 它的疼痛 它不是一般的细菌性炎症 它是一线分泌了 一枚要把自己消化掉 这不是自杀是袭击吗 所以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之为 一线自杀了 一线自己把自己消化掉 那一线自己消化 这个过程是始终持续进行的 所以它的特点不是振发性 而是持续性腹痛 一个体验 它靠哪 它靠后 所以说它的疼痛向哪放散 向后腰背部放散 向腰背部放散 还有没有特点 还有特点 特点是什么 呕吐以后不缓解 呕吐以后不缓解 什么疾病呕吐缓解呢 比如说肠根锅 你吐完之后 祸都泄出去了 哎 舒服很多 呕吐以后不缓解 但是一线炎 呕吐以后不缓解 解净药物 有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六四二无效 所以说急性一线炎的病人 一般都是些老油条 去了之后 哎呦 大夫护士 赶紧给我打支杜冷钉吗 他自己去了 就要杜冷钉 就是因为他都知道 六四二 根本搞不定 这就是我们说的 谁疼 谁知道 那么也会出现腹胀 炎症刺激的 恶性无痛 腹膜炎 等等这些表现 这些表现 这些我就不说了 这些就不说了 自学 之前也是叶老师都讲过的那种 那么考试高频考点 刚才讲过的 特征性的表现 就是 格雷特特征和卡伦征 有一年考试就考出来了 卡伦征是指哪个部位出现的 什么颜色的鱼板 你说变态不变态 既然掌握部位 又要掌握英文 又要掌握颜色 我看一下 格雷特特征 有的说说是蓝中色鱼板 在哪 在两侧的斜腹部 就是卡前上脊和内宫之间的区域 说的这个名字感觉很拗口 其实就是 胸阔 内宫和卡前上脊之间 这部分区域 就叫做斜腹部 斜怎么写 这叫做斜 斜腹部 那肚脐周围呢 肚脐周围出现的叫做卡伦征 我们又把它叫做 哭了针 这个又叫做果然疼了针 果然疼了针 哭了针 谁哭了 眼睛哭了 一个肚脐尔 肚脐尔 这个一个英文单词 一个英文单词 斜腹部 右侧的 左侧的 斜腹部有几侧 有两侧 几个英文单词 两个英文单词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如果要诊断一线炎的话 一定要通过移煤 移煤 我们只在调到移煤的重要性 对不对 最常用的就是血量电腹煤 那是不是血量电腹煤 只要增高就是一线炎的错 并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伦酥 并不是所有的一线炎增高 就不是所有的电腹煤增高 都叫一线炎 对不对 那么一线炎的诊断 必须电腹煤超过正常上线三倍以上 超过正常上线 乘以三几倍 三倍以上 因为比如说一些长梗组 一些消化性溃氧 也可以出现电腹煤的精度升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一天考试又考到了 这么简单不考了 开始往南考 血淀粉煤什么时候升高 数小时开始升高 什么时候达到高峰 24小时达到高峰 什么时候开始下降 48小时开始下降 什么时候降到正常 四到五天降到正常 然后四到五天降到正常 所以来看这是什么 一二三 大家也可以这样来记 一二三 一天达到高峰 两天开始下降 三天基本正常 所以说先知先觉的是血淀粉煤 那么尿淀粉煤吧 是从血再到肾再排出去 所以它是后知后觉 人家达到高峰了 它才开始升高 对吧 人家考主治医师 人家已经复习了一遍了 进入第三轮复习了 结果呢 你才刚开始复习 那么复习早的血缘 属于先知先觉 复习晚的血缘 属于后知后觉 压根不复习的 那就叫做不知不觉 做明日在强调 说我们的复习考试 应该是怎么样 先知先觉的人 带领后知后觉的人 就干掉那些 不知不觉的人 那么脂肪煤 也是后知后觉的 好事就考你了 这个人腾痛六个小时 我们应该做什么检查呢 六个小时 数小时动高的 只有电脑煤啊 所以毫无疑问 应该选血电脑煤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影像学检查 B超CT 核磁都可以 那如果说简单易行的 点B超 如果想鉴别水肿和出血 坏死 谁坏死了 一线坏死了 一线坏死了 有没有血供 没有血供 那我就想看血供的情况 做什么 做增强CP 这也是高清调点 增强CP 增强CP 可以区分水肿型 和出血坏死性 所以有些学生考试的时候 都不看题 我不太清楚 他是自己的知识面不够 还是不认真审题 人家问你 如何鉴别水肿型一线炎 和出血坏死性一线炎 也不过选B超 必须选什么 增强CP 也就是打入造影剂以后 如果血管还有 造影剂可以进去 如果已经坏死 血管都壁死了 造影剂进不去 对不对 增强CP 增强CP 好 那么还要说一下并发症 说出血坏死性一线炎 最常见的并发症是修科 有些学员就该提出问题了 老师不对吧 最常见的并发症 怎么是修科呢 我说的是什么 全身性并发症 最强健的全身性并发症 就是修科 就是修科 那么早期是什么修科 第一手能量性修科 后期是什么修科 感应性修科 如果说一线炎的局部并发症 最多一件的 那一定是一线甲性囊肿 是不是前面我们做的这种话题 一线损伤 闯伤又一线炎 过了六周以后 肤子越来越大 吃东西吃不进去 一吃就吐 为什么 一线甲性囊肿 这老师一线甲性囊肿 怎么跟吃东西有关了 又忘记了他回结扣 马上画一张图 肝脏 胆囊肝 肝总管 胆总管 与一管会合行 胆衣夫妇开口 在十二指肠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线炎 形成了一叶外露 大网摸过来 把它团团包裹 形成了一线甲性囊肿 向下方就压迫了 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 你吃了食物以后向下走向下走 这个部位被堵住了下不去 那只能向上吐对不对 我们叫做流出道跟足 也就是说流出道跟足这不通了 主要是因为一线假象当中压迫的 所以一般考试考出来的是这样来考 说急性一线炎 大概在两到三个月以后 出现了近时恶心 呕吐上腹部出现了一个包块 为你该患者最可能的诊断 一线假象当中 说老师那为什么不考脑肿呢 脑肿和囊肿有什么区别 脑肿有感染 囊肿没感染 再者一个 它不是真囊肿 什么囊肿 假囊肿 九一年考试考出来了 为什么叫一线假性囊肿 是因为它的囊壁没有上皮细胞 是大网膜 是大网膜 在每一个题目 30岁的男性半年前 上腹部受到了一个顿性的挫伤 上腹部受到挫伤 小心胃的损伤 肠的损伤 还是一线的损伤呢 好 现在出现了什么 现在出现了包块 几周以后 两个月前出现包块 没有腹痛和发热 有没有感染 没有感染 不是浓 好 九成十的男性包块 无压痛 临床诊断了一线假性囊肿 与我们考虑的 类似的 那么最好的治疗方法是 这道题出的好 这道题出的好 考出了我们主治医生 该有的水平 那么选哪个呢 好 来看一下 这儿形成了一个大囊肿 这个囊肿 为什么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家要想一想 它应该是谁对它供应 这是主医管 主医管有一些分支的小医管 出现了过滤 然后源源不断 有一叶像里面分泌 这个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这叫做一线假性囊肿 如果一线假性囊肿 在六周以内 在六周以内 那只能说 它的囊臂长得不结实 不结实的话 只能把囊液引出去 引流到体外去 引流到体外去 所以叫做什么引流手术 叫做外引流手术 如果超过六周 这个囊臂已经长得足够结实 长得足够厚 我可以把谁提上来 我的手臂代表的是空肠 把空肠提上来 跟它做吻合 为什么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啊 你这个一叶本来就是排到十二肠 帮助消化食物 你现在排不出去了 我先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把空肠提上来 直接让它排到空肠里面 好不好 可以 直接排到空肠里面 这就叫做囊肿空肠吻合手术 主要是一叶 主要是一叶 这是什么 这是考试所考的内容 考试所考的内容 那如果有些学员考科目三和科目四 土外科的悬 肯定会问到 赵老师 他憋得越来越大 他为什么进不到十二肠 因为这边主仪馆狭窄了 对不对 所以他排不进去了 那我可不可以想 选择把主仪馆扩张呢 可以啊 所以说临床和考试是要分开的 那么实际的临床工作 应该是ERCP往仪馆里面放一个支架馆 放一个支架馆 如果能把这个能排到十二指肠里面 最好 就不要做手术了 对不对 如果无效发现它还很大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这边有侧管道已经堵死了 那我只能把空肠抵上来 那我把空肠抵上来 所以说我给大家强调了三个方法 那么第一个方法 小于六周 外移流 外移流 还可以选择什么 还可以选择ERCP 放一个支架管 这两者 这个都无效的 我可以选择什么 可以选择把空肠抵上来 做手术 明白了吗 所以总之大家掌握一个点 这个手术能不做就不做 实在不行就得做 那么现在 问的一定是让我们做手术 一定是让我们做手术 这是考试啊 这是考试 几个月 两个月 大于六周 所以选择什么 所以选择囊肠空肠吻合手术 又称之为内隐移的手术 当然选4D 那么关于一线炎 关于一线炎 再来看一下治疗 轻症一线炎 我们一般选择保守治疗 大概在一周左右 都有一个良好的回复 那么重症一线炎呢 好了 看重症一线炎 到出血坏死刑一线炎 出血坏死刑一线炎 有的人需要做手术呢 做什么手术 坏死组的清除 再加引流的手术 那么这个手术 原来做起来非常麻烦 非常麻烦 原来是怎么做的呢 把一线的坏死组清除 然后就跟倒栽葱一样 放好多的引流管 要保证一夜的充分的引出 对不对 矿炎非常大 当然现在我们有了护肠镇 我们可以选择微创 可以进覆没后 直接进精疲肾静 或者是后护肠镇 进去之后 把坏死组的清除 然后摆上引流管 总之科学改变了医学 科学改变了医学 当然这个最基本的书 是考试只考的这种成功 一线坏死组清除 加引流的尺术 大家多学一点 总是好的 我有个朋友在参加 这个厦门的 事业编制的招职考试 然后有一次就给我打电话 我刚考完试 我抽到了一道简答题 简答题叙述 重症一线炎的手术指针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高频考点 是 主治医师会考 考编制的考试会考 考研的考试会考 形形色色的考试都会考 甚至你考腹高的考试 他还会考 那他还会考 当然这个内容 我也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需要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点的扩展 因为这两年还没有出 但是这个最新的这个指南 已经 已经讲了很多年 对不对 我觉得考试可能会出了 也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 把健验分明三种 叫做轻型的 中型的 和重型的 轻型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水肿型的 恢复很快 一周左右保守治疗 就没有问题了 那什么是中型的呢 中型的这个预线炎 是指出现了一过性的 器官功能障碍 那么重型的一线炎 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超过 24到48小时的 器官功能障碍 器官功能障碍 就是临床分型 分几型 分三型 好不多说 来看一道 共同体感的题目 48岁的男性 偶血5小时 有偶血上液到出血 继续 心率增快 血液下降 是不是失血了 再来看 神志不经 营养状况差 那么 负臂渐到静脉曲张 负臂渐到静脉曲张 什么情况 负臂静脉曲张 说明是肝硬化 出现了 负臂静脉曲张 那可能考虑肝硬化 使到未滴静脉曲张 破裂出去 那么有恍然 有恍然考虑肝病引起 继续 肝脏质地硬 边缘顿 肝脏位下6公分 肝硬化肝大 移动性 酌硬阳性 也是腹水 肝脏 肝脏减弱 该患者殴血 最主要的原因 那应该是肝病 导致的门脉高压 那么门脉高压 是不是也有三个字 门脉高压哪三个字 门脉高压的表现 三个字叫做 大 水 成 大 脾 水 负水 成 侧脂循环 建立形成 侧脂循环建立 一共几条 四个 上 下 前 后 自行去回忆 自行去回忆 我们正确大应该选C 食道 胃底经脉曲张破裂 这属于四个经脉层 四个经脉曲张里面最典型的一个 下面第二问 首选的检查师 那你就想看曲张的经脉 想看哪出学 看好之后 谁顺便能直学 那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哪一个 老师那应该选择的是 胃镜啊 那这也没有胃镜啊 好 那边是看肠镜组的 是看胃穿孔的 排除 腹部CT 腹部CT可以看肿瘤 那也不太像哦 好 排除 上消耗到胃三造影 急性出血期 不能做胃三 胃三可能会加重 出血 好 排除 那么答案应该从 B超或者是腹腔 动脉造影 食道未比静脉曲张破裂 你做什么动脉造影呢 排除 风牛马 不相及 人家说静脉出血 跟动脉 没关系 肝 选 B 所以也给大家一个指向性 如果在实际的考试过程中 你莫能量可拿不准的时候 排除法 排除法 2B 第三问 此时不易采取的处理措施式 好 那我们来看 快速输血补业 故事休克 正确 利用垂体护月素降低门脉压力 正确 收缩血管 下面 采用内净直血 可不可以 可以 正确 三腔两难管压迫直血 正确 那都说三腔两难管考试不怎么考 结果呢 这是考的什么呢 这一张我没单独列出来 这一张考核的是上销化到出血 上销化到出血 那么在去年考试就考到了 考到了哪个点 考到了三腔两难管 来看一下 三个腔两个难 一个难是使管难 一个难是胃难 两个难连接了分别的两个腔 还有一个腔 点到哪 点到胃里面 记得了吗 两个难三个腔 那三个腔 这个三腔两难管 可不可以采用压迫直血 使道下端 微乳静脉确张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那现在 此时 不易选择 急诊手术 而反选择 立马反选择 立马 老师 急诊手术不利吗 急诊手术不是仓皇来做 我们要做手术的话 应该是 之前这些治疗无效 可以选择手术 可以选择手术 急诊直血的手术方式 为断流术 分门周围血管 比断手术 那么做手术的前提 一定是 积极抗修课 然后做手术 对不对 积极抗修课同时 请手术 所以这里面 选哪 应该选B 那么 既然讲到这 进行一个考点的 小的扩展 也就是三腔两难管 我们到底 先撤哪个囊里面的气体 先撤哪个囊里面的气体 那么先下哪个囊里面的气体 如果先放置的时候 放置的时候 先冲 就是制管的时候 先冲 先冲 位里的气体 先冲位里的气体 那么取出三腔两难管的时候 先撤十管囊里面的气体 取的时候 先撤十管囊 先冲出十管囊里面的气体 为什么 因为我撤的时候 如果你把胃的囊内的气体 放掉以后 那么这边是有一个重力作用的 这边放了一个 一公斤的一个重力 这个重力作用 就会拉着这个冲气的十管囊 导致十管的撕脱 导致十管的撕脱 所以要先放十管囊内 这是我们说到的上销到出血 上销到出血的五大原因 大家必须掌握 羊 门 糜烂 糜烂 因为即性溃羊 然后是胃癌 然后是胆道出血 五大因素 我们又称之为 一个姓羊的守门员 这个技术很差 挨了一个单刀球 叫做羊门烂挨单刀 大家也可以这样来记 当然如果说前面 我们卫十二场讲的疾病 大家已经掌握的非常好 应该知道 卫十二场溃羊是引起上销到出血 最主要的原因 对不对 溃羊 腐蚀了肌底的动脉 动脉 曾经考试的原体 就考到这个 出血是怎么引起的 肌底动脉被腐蚀 直到微底经脉去让破裂出血 这个就不用想了 这个出血量特点是什么 出血量大 出血量大 曾经我有一个患者的 有一个患者 直上来 术后非常好 然后有一次突然给我打电话 赵大夫 我爱人吐血了 什么情况 现在有没有意识 不知道 整个人都白了 吐了多少血 吐了多少血 我不知道 我们家洗脸盆 吐了半盆 对吧 这就是形容的什么 这个人之前有什么病毒 肝病 直接就考虑到肝硬化 门脉高压 食道 胃力经脉去让破裂出血 出血量大 出血量大 硬经溃疡 这里面要掌握的就是 一个是酷心溃疡 一个是克林溃疡 酷心溃疡 酷心跟什么有关系 跟脑提示脑外伤 脑统伤 那么克林溃疡 提示的是烧伤 所以我们经常也这样来讲 烧伤 烧坏树林 书树哭得很伤心 书树哭得很伤心 酷心 对应的是什么 脑 中枢嘛 中枢 书树哭得很伤心 酷心 对的是中枢病变 胃癌和胆道出血 讲讲了解 考题并不多 考题并不多 好 这是我们讲述的 整个普通外科学 通知课程 最后一个板块 由肝 胆 胃 义 以及上下滑岛出血 和大家一起来讲解 那么截止到现在 所有的普通外科学的 冲键课程 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下面我们再接着 来讲解的是什么 胸心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骨外科学 手上整形等等 对吧 稍作休息 继续学习 一 rigid 房 todo